为了帮助弱势民众可以过个温馨好年 基隆市昭阳爱新社举办 112年度寒冬送暖活动 结合各界善心人士 致赠57个弱势户个案 每户5000元慰问金以及生活物资 让弱势朋友们非常感动 很高兴可以接受昭阳爱新社的知情 每一个学期的学面部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未来如果我有成功 然后可以有能力 我也会希望像他们一样 可以加入他们 然后一起为这个社会做下来 有蛋糕还有油 还有牙膏等日用品 还有墙子 那个寒冬送暖还有5000块的贵问金 希望我们爱新社能长长有钱 对于昭阳爱新社在农历春节前夕 寒冬送暖照顾弱势的扇刑 也受到激冬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韩世玉的高度肯定 贵问金总共每户共有5000元 总共有57户 还有一些我们的日用品 跟我们的餐盒 这就是多来自我们 死亡大德跟我们爱新的企业家 一起来监政所费机的 今天的促成了今天的活动 一直以来关怀弱势 然后帮助社区的角落 很多需要关怀的家庭 在此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 未来大家可以攜手的一起来 一起做爱新 让社会充满了温暖 张耿辉感谢昭阳爱新社 在寒冬中注入一股暖流 也希望今天 手心向上受人帮助的朋友 未来有机会也可以成为 手心向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回馈社会善的循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与 fool 他要多 Medial 独起 enzyme 一路 一帐 一路 三棧 保団